今年就读大学三年级的何振奎 他从小就读体育班 原本立志要成为职棒球员 不过想成功几季职棒载门没那么容易 无奈他突破不了平均 因此何振奎决定重新领定目标 从运动员摇身变成烘焙师 在网络上创业卖起了手工甜点 靠着一颗颗犹如棒球造型的泡芙 赢得了消费者的味蕾 开启他第二人生 拿着挤花袋在烤盘上 专注的挤出大小一致的面糊 完成后送进烤箱 过没多久一颗颗金黄酥脆 刚出炉的泡芙就完成了 香味扑鼻让人看得口水直流 但其实这小小的甜点里 除了灌满浓郁的奶油线之外 还藏着一段热血的人生故事 今年就读大汉技术学院三年级的何振奎 从小就是体育班 原本立志要成为职棒球员 但想成功挤进职棒仔门 却没有那么容易 无奈突破不了瓶颈 何振奎决定重新拟定目标 从运动员摇身变成烘焙师 开创第二人生 在网路上卖起手工甜点 对我是到了大一下学期才放弃打球这个念头 为什么 因为当时就觉得毕业之后没办法再继续靠打球来为一生 因为毕业之后你就是要找工作了嘛 那打棒球找工作就是只能去职棒或是野鱼队 对那当时我觉得毕业之后应该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到那边啦 对啊所以就提早转换跑道这样 可能以前一天只做个二三十颗吧 那现在可能就是一天就要做三四百颗这样 未来当然是希望可以开一间店面啦 但是还是要以就是网路行销为主来打点自己的知名器这样 何振奎厘清现实转换跑道 用甜点掳获不少消费者的味蕾 也让他不到一年就还清十多万元的学贷 看是一帆风顺的创业过程 其实也受到不少挫折 如今生意逐渐步入轨道 何振奎闲暇暇之余还是会到球场 除了教小朋友打球 也拿自己的故事当例子 告诉小球员梦想不怕晚 一切都得靠热血来创造 记者新城乡综合报导